动脉取酸手术的话 是一个微创的一个导管手术 那跟我们熟悉的新导管手术有点像 它并不是直接去切开这个患部大脑这样 而是通常会打一根针到我们的手或脚的动脉 通过这个管径把相关的导管 导师或者是支架或是抽吸器 一路送送送送到你的脑部的血管的堵塞处 那透过这种血管内的导管技术 在里面把这个血栓把它抽吸掉或把血管开通 这样子的这个微创的导管手术 它是十年之内才新开发的一个技术 那当然刚刚听到我们不用去开闹 不用直接去打开患部 通常的话它也不太需要去做插管 全身重度的麻醉 通常去做一些简单的局部麻醉就可以了 病人有些甚至是保持全身清醒 那第二个呢 它可能从头到尾的过程就是只有一开始打针 或中间有一些一般的血液的流失 也许可能是10cc 100cc之内 这种非常少量的流失的湿血量 几乎就是几乎等于是没有什么湿血 跟一般传统开刀比起来是减量很多 那一般来说因为它并没有说一个很大片的一个开刀伤口 它就只有一个打针的一个针孔这样子 所以术后恢复的时间几乎也不太需要 伤口本身不太需要什么恢复的时间 可能一两天就差不多这样子 也是大幅的缩短一些伤口需要附员 或是因为伤口需要住院的时间这样子 这个手术开发出来之后 其实对很多堵塞中风的病人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健保其实也有通过部分条件的给付 健保的给付条件大概就是还是筛选一些 做这个手术能够得到最大效益的一些病人 譬如说脑中风刚发作可能是8小时之内 这种脑细胞才刚刚受伤 可以赶快开通血管 然后抢救脑细胞这群人 相对于可能已经中风3天5天 甚至已经中风一个月的这样子的个案的话 那健保可能就不会给付 所以像是一些刚发作的时间 或是病人的一些本来的生活的功能 譬如说有些病人他本来就好好的在工作 在上班在走路的 那马上中风可能马上去把这个脑细胞抢救回来 对他功能有很大的帮助 那相比于一些可能已经卧床很久了 已经有点本来就已经卧床瘫痪很久的人 如果再中风的话 就算去把这个刚堵塞血酸开通 可能对他生活功能各方面 其实帮助也很小的个案 那健保可能就给付说 本来生活功能很好 可以有机会让他生活功能 恢复很多的个案这样子 所以健保目前是算是 部分条件下给付这样子 感谢大家的意志地 感谢大家今天 字幕志愿者 您扶持